犹如念余, 实如审心, 身非念伦, 如身恶因许念所使, 种种取向, 信身行取, 于念相忍。 因为你这种的妄念, 实如审心, 你这个念是你这个审心, 身非念, 身并不是这个念, 身和这个念不是同类的, 可是他们为什么互相有一种感觉, 如身恶因随念所使, 为什么你这个身, 你起这个一个念, 你这个身就随这个念来使用, 为这个念来支配种种取向, 在这个种种的取向里边, 信身行取。 你这个心, 身的一个念, 行啊, 就想去取这个东西, 于念相应。 它和这个念呢, 是相应的, 是一致行动的。 你这个身, 为什么和你这个念就会一致行动呢? 这个念, 什么叫个念? 念就是想念。 一念, 二念, 三念, 四念, 五念, 六念, 七念, 八念, 九念, 十念。 啊, 这个念呢, 就是个一念。 这一念里边, 在那个人王护国般若经上说, 一念里边就有九十个刹那, 有九十个刹那, 这刹那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。 在一刹那里边呢, 就有九百个生死。 有九百个生死。 也就是九百个生灭。 生灭。 所以啊, 这一念之中。 啊, 所以才说, 一念不生, 一念不生, 全体一线, 六根互动被晕着。 你要能以你一念不生啊, 全体现。 什么全体? 就是全体大用。 就是那个辱来藏性啊。 你本有的家争, 本地的风光, 本来的面目, 现全。 全体现。 六根互动被晕着。 你六根稍微一起的时候, 就被晕遮住了。 所以才说,啊, 你修道的人呢, 能到一念不生。 那时候啊, 鬼神都没有办法。 你要能一念不生, 就能一念不死。 啊, 你要不能一念不生, 也不能一念不死。 啊, 这个地方很要紧。 你要把这个地方明白了, 一念不生, 你全体现了。 你六根再一动啊, 就又被乌云遮上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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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